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決戰主流 看到今天盤勢這樣子煞尾盤 其實我很替投資朋友擔心 在昨天很多投資朋友 打電話到我們公司來問說 馬老師手上持股怎麼辦 雖然說你現在沒有做空 你現在手上的多單 看到今天煞尾盤煞下來 越來越擔心了 其實我在找盤的時候 我不但是帶會員 在做加碼放空的動作之外 我還帶了很多新會員 做什麼動作 調節持股 因為我帶你做一個 持股調整的過程裡面 我不會說一個指令 叫你全部試駕煞出 個股的位階不同的時候 盤上來有更好的價位 我替你掌握 但是投資朋友 我知道你看到今天大盤 沙尾盤開始害怕了 大盤91點收最低耶 這一波從847611月1號有沒有 來我們把郵表移過來看 11月1號8476開始跌下來 這一段跌幅跌了多少 372點耶 今年以來第八次的大行情 你賺到沒有 我在節目上我一直跟你講 我是一個投顧老師 我帶會員操作 要賺的不是那種 相對大盤的績效 而是絕對績效 這個大盤在跌 同樣大盤跌這麼明顯一個波 372點了耶 11月1號我在節目上公開告訴你說 這個大盤要下探 避開13檔做頭的股票 有沒有 現在最重要的 也不是指數啊 指數跌了372點 有些電子股跌升了 它也要做反彈 但是其他的個股又要輪跌了 怎麼做 這個盤勢從8476跌下來 誰幫你處理你的多單 難道一直叫你買 一直叫你買 一直叫你買 持續抱著嗎 你看到11月份 這一段11月份喔 372點跌下來 很多電子股跌幅超過三成耶 難道你現在做多 可以隨便找一檔 做多可以賺三成嗎 你找給我看 這個盤勢節奏 我最擔心的是 你手上的多單有沒有處理 隔一個禮拜以後 你再跟我講新巨科 隔一個禮拜以後 你再跟我講玉金光 甚至隔一個禮拜以後 你再跟我講燦圓 差了多少 真的 11月份到現在 我不要講別的 來 新巨科11月1號 96塊5的高點 一路跌下來 難道這不是一個主跌斷嗎 難道你看到3406的玉金光 從120塊跌下來 不是一個主跌斷嗎 甚至3061的這個燦圓 11月1號耶 怎麼這樣子跳水 怎麼這樣子跳水 幾萬張的融資耶 投資朋友 我很替你擔心耶 怎麼辦 我昨天錄完影回公司以後 甚至在早上找盤的時候 我一直幫新會員 幫新的投資朋友 去處理你手上的股票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一波我馬老師在節目上 11月1號喔 我很少節目上跟你講指數 為什麼我跟你講 8476快閃下探 避開13檔做投的股票 我節目上不但講 我甚至我連假過高增拉回 這個結構在這裡 有沒有跟你提醒 不是到這裡 是講往下走 我連傳真稿 11月1號 11月1號 我給會員的傳真稿 是不是請你避開 今年前面7次 4283點 再加這一次的372點 4600點的大行情耶 現在是第八波 你怎麼把握這個機會 這個行情節奏 很多投資朋友 我能夠幫你的 我打開雙手 我來幫助你 但是如果你不伸出你的手 我怎麼能夠幫你呢 我不知道你的股票是什麼 關鍵的重點 你現在看到盤勢 真的股票一路一路跌下來了 我昨天節目上 我還測標告訴你 做多做空是一樣的道理 我們在投顧業 我們這個位置點 我不是帶會員去吃什麼經營權 也不是帶會員替主力 替大股東出貨 這個地方我帶會員的目的 就是要賺價差 既然賺價差的話 我們來市場的目的都是一樣 要賺市場的價差 做多可以賺7% 跌下來做空也可以賺7% 不是一樣的嗎 有沒有什麼不能做的 如果這個盤勢 就照我的規劃 就像大盤11月1號 我跟你預告 8476 是不是 8476下探下來 我昨天節目跟你講的 這些股票都在跳水 郁金光今天又跌停了 新巨科又跌停了 我昨天告訴你說 市場趨勢給你空你就空 我昨天告訴你的金牌跳水谷 今天跌停 你很難相信耶 今天真的有在盤上 給你平盤上 可以放空的機會 我真的照我的規定 8點50分 我去通知你 抠訊8點52分發出去 你有沒有做到 今天真的打到跌停板耶 這個盤勢節奏 不要說我講 昨天的傳真稿 11月12號 我昨天跟你解釋 無量之後恐慌集結殺盤 這個是技術面的走法 市場上的節奏 VIX兩年的低點 是高檔的風險 我甚至文字裡面 還提醒會員 大盤要提防 再一根中黑重挫拉回下探 你說馬老師 今天真的耶 大盤真的跌了91點 跌了1%以上 一根中黑耶 滿足了嗎 還沒有 關鍵你看看成交量 今天亮說喔 亮說中黑 賣壓還沒有殺出來 完整的分析 會員請看我的傳真稿 因為我在盤中 我跟會員講一個觀點 這個盤很多人認為說 跌破季線了 要反彈要走多了 或者是很多個股已經跌多了 再跌有限 真的是這樣子嗎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錯誤 空投市場跌深不見底 不要亂摸底 反彈皆是空點 繼續看大跌 你看 這個觀點你認為說現在 馬老師從11月以來都對耶 今年前面七次的轉折都對耶 我跟妳講個真話 妳不要以為有這種觀點 什麼再跌有限 再跌有限 看看新巨科 看看玉金光 看看燦圓 做空可以回補 但是做多呢 你如果買得太早 你看看這一波的修正 就像你看到今天跌 為什麼跌 不是只有台股跌耶 看清楚 大陸擊殺 韓國擊殺 幅度都比我們大耶 香港今天跌了437點耶 大跌2%多耶 為什麼跌 原因在這裡 喔 跟你講說 QE可能會在12月開始耶 這個消息 然後呢 QE可能提早退場 黃金一個月的低點 原油是不是 創下一個大跌 就創低點 大跌了2.2% 這些內容 我不是前幾天講的內容嗎 我前幾天我跟妳講的 有沒有跟妳講這個內容 我還特別跟妳講 美國舉債到期的時候 我不要跟妳講說 什麼一下千點 我跟妳講過去歷史就好 民國100年舉債到期 真正過關以後 道瓊跌了2000點 台股跌了1600點 是不是先跟妳說過 甚至妳看到 今天大家認為說什麼 十大資產泡沫浮現的危機 財經網站MarketWatch 所講的內容 講這些資產泡沫 我前幾天不是跟妳講嗎 11月8號跟妳講 這個擴產的泡沫 資產的復甦 成比例嗎 甚至妳看到今天媒體跟妳講 插協同理論在線 我昨天跟妳說的 VIX恐慌指數 兩年低點高檔風險 如果沒有這種現象的話 為什麼媒體跟妳講說 今天又有些不好的消息 為什麼 禮拜五財報要全部出來 還沒有完 禮拜五 妳會看到很多財報不好的 跳空藏黑破體 不是只有電子股 我再講一次 不是只有電子股 傳產股也要小心 因為這個盤面 妳看到這波的跌法 我講的黑天鵝 會不會出現 我昨天也告訴妳 我公開跟妳說 玉金光 即使是妳這兩天才加入的 昨天 帶妳去空玉金光 有沒有 市價放空 市價放空 跌停 然後 是不是昨天現轉 今天12點多過後 市價獲利回補 轉空這一檔 你知道要空哪一檔 我把玉金光 空的空單 回補下來 還不是我最後的一個收盤點 回補下來 兩天 有沒有 兩天暴跌12% 恭喜會員狂賺 這個地方 我馬老師沒有讓你們失望 會員緊跟著我的訊息 錢就會賺不完 你說可能嗎 昨天跟你講的玉金光 今天你又看到了 甚至你看到更實在的數字 我昨天跟你預告 來 金牌跳水谷 這是哪一檔 我昨天跟你講的 3498的陽城 昨天68塊 昨天殺跌停板 今天盤上才能空 我今天有沒有通知你 8點52分 8點52分 平盤上市價放空 平盤上市價放空 找盤來一次 來兩次 翻紅 全部都可以成交 11點過後 還有再翻紅 全部都可以成交 成交完以後 11點過後 還有平盤上 絕對都可以空得到平盤上 你看看 殺到跌停板 平盤上空 不要說空最高點 平盤空到收盤 100張差了34萬 我說到做到 你呢 你掌握機會了沒有 更重要的 來看看陽城的周線結構 為什麼放空 破景線 這些內容 你如果更了解的話 我今天早上 開盤前做的另外一檔股票 8996的高利 營收衰退 市價空 早盤8點54分 看清楚 開盤空到多少 55.6 55.6去放空 恭喜會員高利 昨天參加 即使是你這兩天才加入的 新會員高利 現空現鑽跌停板 有沒有 早盤去空 收盤鎖跌停板 你自己看 是不是收盤鎖跌停板 從早盤到收盤 3.3 100張插了33萬 誰幫你 這些股價 你自己做觀察 融資1萬多張 股價再殺下來 不是打個底部型態嗎 很多人跟你推薦說 做底了做底了 跌停 為什麼我馬老師又對了 我要怎麼樣幫助你 你可以真正避開風險 甚至還可以獲利 重點是 你要有個重要觀念 這個盤式結構趨勢在走空的時候 做空賺7%跟做多賺7% 同樣都是可以做 不要有個人的一個觀點 好像做空不能做 你看到盤面上 今天22加跌停板 不是可以賺嗎 開盤去空 馬上賺跌停板 甚至另外一檔 來 揚成 找盤開盤前去放空 平盤上試駕空 絕對都可以空得到 打跌停 收盤3.4就好 100張34萬 我馬老師又對了 我現在要幫你一個很好的機會 你不要再錯過 來 一個大驚喜 一個大驚喜 只要1 好好把握機會 我們馬上回來 我們下期待 空中树 水中花 大华 胡越 27850888 马老师因为纵横业界16年的名师 现场以股价心理念操作主流股 懂得顺势掌握主流大趋势之变动 其闪亮技巧的实战口碑 已是市场公认的仕途老马 告诉你将股市投资交给他 将自从千党股票找寻质保 及避开转折风险唯一选择 速播主流专线 022-2772-6855 2772-6855 曾经头顾马分析师 其中火力轻挑严选 单股锁单张案 其中火力轻挑严选 单股锁单张案 速播自行转线 022-2772-6855 022-2772-6855 头痛 请用五分钟 吹气贴 请用气贴五分钟 五分钟 快够好 爸爸 儿牌清理窗 专利复了是岛块 学名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儿牌清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对家里打鼓也是 欢迎回到决战主流 那么盘摄结构里面 投资朋友都看到了 市场上有几个老师 能够带你高档出股票 甚至你看到这几天 很多人的看法越来越保守 为什么 昨天前天之前好多人跟你讲 季线季线 你看看季线 一根藏黑 怎么越离越远 我说昨天我告诉你 昨天拉塑胶股拉台塑四保 台塑四保昨天涨塑胶股1.5% 跟你手上股票有什么关系 昨天涨1.5%的塑胶股 今天跌2.21% 甚至连昨天台积电涨0.5元 拉指数收红 我告诉你跟你没有关系 结果今天台积电跌了2块 是不是我讲的都对了 最重要的重点是 你手上的股票谁能够帮你 为什么11月1号 8476我告诉你快闪下探 请你避开13档做头的股票 我特别还把整个结构 讲给你听 节目上不要说节目讲讲而已 来传真稿 11月1号 11月1号 有没有告诉你 假过告真拉回 今年7次波动抓到了 第8次又对了 第8次 对一次对两次 幸运侥幸运运气好 都可以说 对8次是不是专业 这个关键点在于说 现在你看到趋势 越来越快的时候 重点是你手上的股票 怎么一直爆一直爆 跟你讲说8476还会过 我跟你说过小心死多头 还是跌下来了告诉你说 他高点全出了 你有没有收到抠讯 还是都不讲了 反正都是用分析的 没有带会员买 这些内容高档不出不能当理由 我马老师在节目上 我怎么说 你看看 11月1号 大盘8388的时候 创新高8476的时候 最后一波绿能环保股 我也对 你怎么做 现在最重要的重点 谁帮你处理你的多单 我说昨天我回公司以后 甚至在早上早盘的时候 我不但是带会员做这个 加控的动作之外 我还带了很多新会员 帮你去调节持股 到收盘你一看 卖掉 对不对 为什么我能够做到 我跟你说过 市场太多的分析 你只看一个指标 看一个技术面 看一个消息面 整体架构 做得到吗 这就是我的专长啊 抓市场主流 市场上涨 我就抓主流股上涨 做多的 市场下跌 我就做主跌股 不是有领先市场吗 11月1号 我说还送200份资料 送给大家 台卫体又跌了 有华稍微谈一下 新巨科又破底了 怎么会这样 当初11月1号 我送给大家的时候 我跟你讲说 很多个股上升趋势线跌破 你不是会看技术面吗 为什么这段跌下来 你没有避开 我都送给大家了 有华这个大的头型 我跟你讲 送你避开 你都看到了 甚至连新巨科 整个上升趋势线的跌破 跳空跌破 一路击杀 看到今天 其实会很心痛耶 你如果还是凹 继续凹 你看一看 14000张这样子一路套下来 我在这一天 11月1号 送给大家 三成耶 11月份 你怎么去找 赚三成的股票 做空嘛 做多你找得到 三成的股票做多了吗 我说股票跳水 你做多做空 一来一回 差个34%以上 一来一回34%以上 价差就会差一倍 你也知道 我马老师伸出双手来帮助你 你呢 还在跟你讲说看季线 还说是要现在跟你讲 持股续爆 你怕不怕 接下来利空更大 这个盘式结构 趋势是我马老师的好朋友 我也跟你讲 邀你一起跟我 把趋势当做我们的好朋友 不是很好吗 大盘跌了372点 你的持股我不知道 我没有办法帮你啊 甚至你看到 我们昨天公开跟你讲 即使是这两天 有没有 这两天刚加入的新会员 去空域金光 跌停 昨天撒下来 一天价差8% 这个差距 你看得到做得到的耶 今天呢 空单回补 资金转空这一档 转空这一档 你有排吗 你又不知道了 我说12点多过后 压回来 两天跌了12%耶 两天跌了12% 有没有 获利落代 我马老师没有让大家失望 会紧跟着我的讯息呢 我们继续赚 钱赚不完 我要赚黑板的钱 谁能够帮你 这个节奏 我昨天跟你预告 金牌跳水谷 外资连卖三天 哇 昨天真的破底耶 破底开始往下跳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地方 我昨天盖牌喔 是不是这个形态 昨天盖牌破底的股票 不要错过 我昨天还跟你预告说 8点50分 我通知你 我不但我做到了 甚至8点52分 白子黑字的抠讯 平盘上释加放空 有没有带会员去做 平盘上释加放空 你来看看 阳城 一次 两次三次 十一点过后 还有回到平盘上喔 不要说没有机会 你自己看 一次 两次 三次 十一点过后 还有回到平盘上 你要挂平盘架 绝对都可以空得到 跌停 我昨天跟你预告 我做到了 我8点52分 发抠讯 也做到了 跌停 拉起来 结束了吗 这个盘式节奏 我告诉你 接下来 后面的消息面 会影响你信心会更大 重点是 你如果 一直在想说 你手上的多单怎么办怎么办 你又不去处理它 接下来大盘 如果再跌下去 你会受不了 你很可能说 你真的想卖股票 卖在最低点 那我们呢 做这个趋势 该空就空 跌下来 不要去想太多 大盘涨的时候 做多能够赚7% 做空照样是赚7% 不是吗 3498的阳城 平盘上绝对都可以空得到 试价放空 因为昨天跌停 一定要平盘上才能空 平盘上可以放空 撒下去 跌停板 甚至8996的高利 找盘去试价放空 跌停 很多人不是跟你讲说 打底吗 打底吗 还是说80几块 一路带你买买买买买 买到现在 还在报 1万多张的融资 怎么办 阳城你看到了 平盘上放空 马上 今天跌3块4 从平盘到收盘跌3块4 100张插了34万 你有沒有赚到 高利 开盘前 开盘前 有没有 试价放空 找盘 大家还都看一下看一下 拉上来 还有可以加空的机会 10点27分 跌停 会员 会员 昨天刚加入 你这两天相信我的 是不是 限空高利 限赚跌停板 限空高利 盘上来还可以加码 还可以加码 限空高利 跌停 不是很好吗 撒下来 收盘用锁跌停板 明天会怎么样 谁能够帮你 现在跟你讲事后话的 能够帮你吗 我马老师 我今天提出最大的诚意 来 我马老师 你只要给我这一次机会 给我这一次机会 只限今天 只限今天 好好把握住这个机会 我们马上明天见 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赢了一个我 还有千千万万个我 发了一个我 还有千千万万个我 发了一个我 还有千千万万个我 做好环境清洁 清除积水容器 才能免除登德勒的威胁 回了我的家 就没有千千万万个我了 人生外公就是追求生活中的温饱 投资理财想要的就是迅速累积财富 全景投顾聚集股市最负责任的投资专家 结合心理 财网 产业 技术各个面向 在信息万变的鼓务喊中 带领各位杀出重围 获利致富 随便前景 前程四景 速播服务专线 027726855 27726855 头痛 请用五分珠 吹几天啊 请用几天啊 无分珠 无分珠 净够好 报告主力在哪里 主力筹码分析软体 把拉利赢家能清楚掌握 大户主力筹码 让你用最简单的方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